这哪个国家都是一样的竞争钱技术 竞争钱的技术 所以说 从科技部拿到资助的 有研究机构、大学、企业 包括一些研究 你看有一些推广 也记得推广 它通过 这是一个 作为 科技活动这个条链上面来讲 获取资助 在全国来讲 除了军口之外 民口的大致的分布 是这种情况 作为国家科技计划 这个 这是他们看得清楚 这个太小 头头头头头出来 比较小 就是国家 根据国家的所有的这些法律依据 最终形成的呢 有这么两个 这个是基本的 这个研究计划 叫做基础计划 这个计划里面分两大类 一类是叫做骨盖计划 就是主要的科技计划 还有一类是政策性引导计划 而这个政策的引导计划 主要是它给的经费 不是完全是研发经费 而是给的导向 就是说其他人要以 就是这个不以经费之事为主要 这个是以研发经费之所谓的主要计划 在这个主要计划中间 包括973、863和智智 这三个最主要计划 另外现在还有一个 这已经不是现在的 十一五期间 一直到现在就有一个科技平台 就是科研的基础设施的支持计划 这些计划各有特点各有赤兔 我想把973给大家专门说一下 因为973这个计划也是国家支持基础研究的 而为什么要把973给大家专门介绍一下呢 就是973同样是基础研究 自然科学基金会也是支持这个基础研究 这两个本质上的差别就是 自然科学基金会支持的科学研究 基本上是属于学科建设和科学家个人兴趣 所提出来的课题 它进行研究 就比如说 包括现在这个生物技术领域的最前沿的技术 用膜蛋白的研究 进行这个吸引结构的这个发现等等 同时它也包含那种探索天文 这个探索一些假想 一些事情 这个人兴趣的 它也都在支持 而且呢 这个自然科学基金会所支持的力度 一般不大 一般二十万到五十万 人民币的这种支持力度 最终是以Paper为这个表现成果的 而973计划同样是基础研究 但是973计划是瞄准的这个基础研究的这个前沿 但是呢 它是以国家目标为导向 就是比如说 国家现在决定在十二五期间 要发展油气田开发 那么油气田的这个大型油气田的发现 和开发中间的关于基础理论上的一个工作 那它就要做 这种情况下是属于定向 国家有科技家来投最后让它做 就是它有目标的到时候要交代的 有可能是论文 也可能是论文也不 但是国家现在需要做的那些东西 所以它就是科技部支持技术研究 和973计划所支持的技术研究的目标 与自然科技基金会所支持的目标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也取决了这两类项目的 申报评审有关以及决定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不能一概而论的 所以我想呢这个作为这个 10年呢是超过了3个billion的投入 而973计划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得到资助的这个工业 工业界就非常少 主要是大学 大学占了超过一半 其它是百分之四十几是这个研究机构 然后只有百分之四是这个企业拿到了这个资助 这是这是一零年的情况 863也是 863是属于这个前沿技术跟踪 在一零年超过六个billion 这个863时间很长了 这大家也都很了解 我就介绍了 但是863所获得资助的这个结构 就不一样了 大家看到 大学占了百分之三十七 研究机构占到了这个百分之三十 工业界就占到了百分之三十一 还有其他的年轻的 这个 这是这个 863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是属于这个 863的计划的项目 它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方定的这个来源 这个来源是怎么 就是每一个 就是整体上 863项目的计划 所得到的资助 有百分之五十八 是来自这个计划 同时呢 这个企业自己 或者这个 这个单位 它要配套它自己 投入了更多 等等 这是属于整个863 相当于什么 863的经费投入所带动的 其他人对这个项目的投入 这是 这个 这个 在这儿呢 我还想把这个 这个 政策引导的计划 也给大家做个简单 目前最主要的计划 有新火计划 这个 火炬计划 新火计划 是这个 关于对农村 这个 这个 实用技术进行开发 和推广 应用示范的一个 政策引导的计划 也就是说 给予制度 办学习办 做示范 等等 这个火炬计划 这个整个是高级 是产业化的支持 而火炬计划 在国家长期以来 从八零年 八十年代 一直到两千年以前 都是资助 但是这个资助 是用于补贴系 补贴 就是你要贷款 你要搞产业化 你要贷款 贷款之后这个利息很高 作为国家政策 来讲是赔一点 这个 这个 但现在呢 这方面的这种方法 用的越来越少了 而主要是在这个 国际计划 产生的这个高兴区 这个 高兴区都有这个 这个 目前呢 整个高兴区全国 已经 国家记得已经到了八十万 这个 里面包括很多 大家都很了解 也看过很多高兴区 但是高兴区 国际和高兴区不一样 现在呢 就是 呃 呃 只有一个农业的 就是原来 高兴区 高兴区 这个 其他都是基本 是工业 我再说一下 就是这个 政治力引导的地方 还有一个是国际科技合作计划 这个是 十一五期间 建立的 这个计划 现在的这个 资助的力度也是 很大 这个 就是 这个计划呢 是支持 双方都有这个 意向 双方是指两个国家的研究团队 都有 意向之路 通过政府协定 确定的项目给予经费支持 对疫情平行的 各自的支持 这是在国际 通过国际科技合作计划 来支持 这是 这个 也是通过专家批评 等等 这个 这个 选择项目 对 目前 从政府间的科技合作协定来讲 我们现在已经投了104个了 但是作为真正的量大的 也无非是这几个科技发达的国家 美国始终是排在前头 然后这个 英国 法国 德国 日本啊 俄罗斯啊 这些大的 现在尤其更发展的国家 现在也比较多了 像巴西啊 这个 这个 印度 等等 印度相应还是少一点 但是这个 包括发展的国家 有很多 在09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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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多个 10年1500 啊 这个11年现在 11年比这还多了 嗯 大概 好 11年 11年多了 上亿 啊 这个 这个是大的 方向 基本上我们国家跟外面的合作 主要的是在这个 生命科学啊 这个包括中医药和国外的科学 这个包括 跟美国就有 这个 能源 环境 这个 材料 这个地球科学 还有工程化 等等 啊 这个 基本上是这个 呃 四分之一 啊 这个还是比较 多的 其他都 不是太多 啊 易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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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得到 受到资助的 研究 研究机构 大学 工业界 基本上 各三分之一左右 都 就都在产与这个 这个 所以我想呢 就是说 作为科研计划来讲 这个 这个 这个是传统的 但是从这个 中长期科技规划 钢要 发布之后 这个 规划钢要 规定的重大专项 这个 这个 中大专项 这个是国家的 这个 新产业的这个 以产业发展为导向的 16分钢专项 这个 投入 非常的大 这个 每年都要有 三十个 illness 这个 是非常大的 因为 国家现在 财政呢 还是 钱多了 这个 但是 这个专项啊 他和 我们 我当前前面 前面讲的传统的科研计划的实施的管理办法和一样 它是以牵头部门为主要的责任人的在地 而国务院的中大专项办公室是实在科技部 它是个综合协调的办公室 人数不多 但是除了做专业的办公室 但是中大专项的每个项目是在各个部门 其中科技部也有 像星耀 科技部在牵头 你像IT方面的几个部门是在工室部 他们在牵头 最终是我们在做 这是中大专项的几个项目 大家从公开的媒体中也都知道 这中介组讲的去年的太空运温 神舟和天空的对接也是中大专项的支持的 具体的成果 包括现在的下一代移动通行 这个就是在工军部在全部在做 这个是在科技股算的 每个部门不一样 这个我想从三块的网站上 你们都会有这个 知道了解这个 所以这个整个就是国家在支持 科技技术的一个 拿些依据 通过那些渠道 最终支持到谁 这是大致的一个 宏观上的总体情况 这个那么从支持从十一股整个期间 这个支持的情况怎么样呢 就最终的成果是个什么样 所以说再来再来 我也给大家做一个总体的一个介绍 这中间有的数字是最新的2011年 有的大部分是2010年的 2010年的是正式统计数据 所以从这个整体上来讲 到2010年就经过十一股整个阶段的发展 这个研发能力得到显著提高 整个国家的研发能力 这个实现了大部分的 这个战略的这个 这个目标 这个目前这就是 这是总体定性的几句表述 但是从具体的数字上看 这个2010年 这个科技投入是706个billion 这个在世界排名是第三 就是总量上投入的 到了2010年 这个这是8610这个比例 这个8610这个亿 8千亿人民币 这个这单位都是人民币 这个实际上是861个billion 这是在全世界已经排到第二球 就除了美国 这个战略比例 这个现在已经到了1.83 就是这个从2011年 已经战略比较到1.83 这个折算成全世界 这个全世界 这就是 所以科技人员所进行的 这个 这个 劳动 这个是个 主要指标 就现在看了 我们排到第一了 现在 你从这些指标看 可能这个 活干的就不是那么理想的 对 你不会认识 最后其他还没到 当然我想我们作为发展的国家 这是个过程 总是要有这个过程 不用觉得有什么不好的 论文引用 在这个 10年是这个数 这个 排名是全世界第二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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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这个 这个是引用 到第八 这个 这个 今年已经排到第七 不是今年 11年 11年 到11年底 已经排到的第七 这个 发明专利 这个 11年已经到了这个 授权 这个在世界 团队 也有 也 也上涨 反正也要 很多 这个 这个是 最新的统计数据 所以大家对 这个 这个统计数据呢 对大家了解 国内的 这个 科技 发展 可以 一个 大致的 怎么解 这个是 做投入 前面的投入 讲的指标 这是 从90年 一直到11年 11年是861 这条线应该到这儿上来 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 从2000年之后 这个 国家在增加科技投入的这条曲线 就非常清楚了 我觉得 都说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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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什么 在政府投入之后 这个企业对于研发的投入 这是2002年的时候 这个政府投入是将近30% 企业是60% 到了这个10年的时候 政府是占到20% 企业投入已经占到了74% 所以可见 不仅这个政府投入 更重要的是靠企业在投入 这个是大大改变了这个 这是2002年 当然是1980几年到90年企业几乎不投入 几乎没有 完全是靠国家投入 而这个企业能投入多少 是企业创新能力 这个和这个 企业发展的这个潜力的一个重要体现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 经过将近10年 这个 已经到了一个 这个 很好的一个 这个 这个是这个 在GDP的这个比例 现在已经到了2083 2031年 因为这个图 就把数据加一点 没有直接 这已经到了1.83 我刚才说 这就是所占比例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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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也是这些上升 这个是人力 整个科业人力的这个曲线 也是随着投入啊 随着我们的利益呢 包括我们的教育 每年毕业那么多大学生 最终可能有大 也是在投入在这 这个是年龄 这个是年龄 这是这条曲线 这条曲线呢 这条曲线呢 可能还是比较 需要这个 这是到 这是10年的数据 对吧 就是这个这个 这个 论文引用 论文引用率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也是从2000年之后 大幅的上升 这个 这个 就是国家对基础研究的这个 投入 和以及对论文的要求 使得这个论文啊 因为大量提高 尽管提得很高 排到第二名 再比英国高 但是你要用人均 或者单位投入来比的话 可能就远远不及这些国家 因为我们投入是很高 这个 这个 如果算到这个 单位投入的产数 那英国这些国家也相当高 而且从 绝对量上来看 美国的这个论文 跟我们根本就不在一起 这是这个 这个指标已经到了 啊 三几节 这中间这个空白段 很大 就突然划不下 所以说这个 大家可以也没看到差距 尽管我们增长很快 尽管我们投入很大 尽管大家也很努力 显然离这个超级大国 还差点很远很大 这个图上也可以很明确的看出来 这个是十年论文的这个影目里 啊 这个是能比较的说明问题 呃 这个到一年年 我们这个排名已经到了第三第二了 啊 就是我们在技术研究上 还是比原来要强多了 啊 那这个之前的话 啊 也是 不好 这个是这个 专利 这是我们排到第三 就是我们第一 这个 这个 大致介绍一下 就不 在这个 到一零年为止 国家新 新 从零六年到一零年一共 新建了一百五十六个国家实验室 国家重点实验室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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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了一百十四个 国家这个 这个 工程实验室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新建了九十一个 原来 没有国家 工程实验室 原来这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到二零一零年已经到了 这个一八四七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是什么 十八次法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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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到了 我就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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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主要是体现了技术转变成有应用的情况 其实还是在过去这是很少的了 对于重大的成果我就不做了 大家都知道 技术还是有研究长有的 深浅 2011年已经到5000米了 这都完成了 现在只剩下7000米了 因为不做不到 7000米比较敏感 因为7000米这个海沟是 地球上最深的一个海沟 这个海沟就在夏威夷那 就靠近夏威夷的地方 比较敏感 中国人如果跑到夏威夷边上 弄个7000多米浅在那 那老美会回毛了 所以说这个 这个也是一步步 正在做 也就做2015年的 目标 刚才有的都说过 不在这儿 但是这个 这个是 十二五期间 就一到2015年的时候 这个 这个 叫做 重点 重点领域 重点发展领域 能源 环境 下一代的这个IT 下一代IT 包括网络移动等等等等 都很大了 生物技术 这个 高端的这个 这个制造业 新能源 新材料 新能源 汽车 这是国家的重点 这些文字 我就不去说了 这个 都是国家在 到 2015年之前 就是十二五期间 国家的重点 我想在座的各位专业人士 可能都会在这里发 就是里面也都在集中 都在在这 行道 行道里做 我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中美科技合作 中美科技合作 我们和中美之间 有一个政治 政府现在的科技合作协定 这个是 在这个省 最先 在这个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之下 有三十几个合作协议 或者是MU在各个技术领域 包括这个能源 农业 海洋 气候 地震 各个 和卫生 甚至连这个统计 和科技统计 这个我对 而现在中美科技合作呢 这个 是通过这么个基础 就是有一个 年委会 每两年开一次 这个 好像最近的这一次 是由于应当应该在去年 下半年开 后来由于美国的那个 议会的那个一押 就限制 OSDP 对华合作 和NASA 对华在座肯定员 来指导 最后退市了 现在到今年的 目前计划是五月份开 这个中美 这个中方呢 负责是科技部 这个美方呢 是科技政策办公室 还有白宫的 白宫的办公室的负责 下面他们通过外交部 去协调他们的其他部门 我们这边是通过 科技部的国际合作师 跟其他部门的合作师 以及 有关的这个 基金会啊 中科院啊等等 所以没有过 所有人还签了 这是一个大的框架协定 这是中美之间 这个是上一次 就是 年委会是09年开的 所以最近是应该在去年 11年看 因为还没开成 这个 但是在11年呢 这个 科技部万刚部长 和他们 这个STP的 这个 Holen Group 签了一个续签的 一个这个 合作协议 原来那个 那个 七几年前的 已经到期了 这个是 这个 从中美科技合作来看 再有一个例子 就是说 中美两国科技家 共同发表的文造 可以看 这是中国科学家 跟各国科学家 共同发表文章 和数量 跟美国的 这个数量 就比他们多出一倍 还多 可见 中美之间的合作 科技合作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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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下一步 我们跟美国 合作的这个 这个 重点 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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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实际上讲的 一轮外型 答应了我们是自作美创新对话 因为 近几年来 就从规划公要 2005年发布之后 出台了这个 几十条 这个 鼓励自作创新的政策 现在美国人这个 这个 引起了他们的这个 关注之后 我们目前正在 呃 对我们非常抱怨 啊 要我们在 修订 我们目前已经和那个 这个 这个采购已经脱钩了 啊 这个 这个 这个在这儿 我就想 我就想 下一步 我们的这个 我们现在的这个 目前的这个 这个 像这个 就是中美 清洁能源的这个 合作 现在中美呢 我这部都建立了一个 中美联合研究中心 啊 能源研究中心 在美国这儿有三开 啊 在那个芝加哥那儿 有个这个阿公实验室 是 在加州有个建立建筑 还有 还有一个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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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最新的更 在美国农业部 有个这个 这个农业 这个叫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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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普通管 这个叫旗舰计划 这是在 农业领域的 这个 政府间的 正式合作的计划 然后正式合作的计划 那美方 美国农业部 非常重视 中国 中国的科技部也非常重视 目前这个计划 刚刚开始了 没有开始 正继续项目 但是 也 所支持的领域 对 而下一步 要在这个 目前正在揭槍 在健康 和这个 基础研究的各个人 这个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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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说了 我就介绍这么多 给大家 参考 这是我的 这个 通行处 以及 这是两个 E-mail的地址 这是科技部的网站 我想 因为为什么我对人才的政策 我们也都说 这个 人才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工作 实际上在国内的 那个 潜入计划 所有的 基本上 绝大部分的人才 都有 我想这个 包括政策 优惠条件 各个地方 各个中央 等等 所以我在这都想 多讲一句呢 就是说 关于科技人才引进的 这个 工作 我想呢 所谓这个 科技部 从这个 改革开放以来 一直是这个 这个 人才引进的 这个重要 参与部 和全能部门之一 要说最早的话 那我们和国家发展局 就制律了很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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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 而且合作的一切很好 当然近年来 国家对这个 这个 人才引进工作 高度重视 而且各地和中央 都出了 很多的这个 这个优惠政策 这个 我想吧 如果 这个 我想 这个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 驻美使馆科技处 也是这个 人才智力引进工作 和人才引进工作 也是我们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 我们这个 和这个 各个总领馆的科技处 也都有这个 业务联系 这个 和国家外专局 和外专局 驻美机构 都 但这些代表处 也都有密切的合作关系 我想 大家 如果今后有什么事情 都可以把这些联系 嗯 驻美学馆科技处 我们一共有八个人 各自分发的 不同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最后 有 这个 需要我们为大家做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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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席助的 仅仅可以和我们 短持联系吧 我觉得 谢谢 但是 非常表示 感谢那个 李超成公传 给我们 从整体宏观角度上 介绍了 中国 那个 科技 人才这个政策 那么 呃 呃 我们想呢 就是说 我们提问呢 待会儿同意 有一个就是 嘉宾提问和讨论这个时候 我们统一 那么 有几个小的提醒 就是那边 他们提供了一些 nopad的笔 如果你要先记下来 待会儿提问的时候 那边后边桌上 有一些 nopad 比如 你们可以去拿 拿笔 水在那边 然后一个小的 reminder 就是说 麻烦你把手机放到静音 因为大家这样听的话 不会打 那么 那么 我们下一个呢 我们来 我们前会长 李超介绍 下一位 主讲家主嘉 李超主嘉 李超主嘉 曾現任北京鍾光森科技研究員 居美國華爾頓延末處主任 中美馬里蘭科技研究員國立公司司董經理 從2000年到2004年 主管為中國科技生產力促進中心 2002年以前 曾任馬里蘭全球華人事務研究研究員 並出任中美科技活作電動汽車 汽車項目之位居美代表 曾經簽證成跟我們有很多共同的經歷 公開意大利留學或發展經濟學硕士學位 並自費屋美留學 留學前任國家科委工業局新材料部副副副副長 國家科委工業局主任科研 勞動人事部科技幹部局主任科研 國務院科技幹部局科研 今天他將總體介紹中科研 中科跟高科技產業員發展其相關的 科科技人才項目活動優惠政策 同時在經濟這個大會開始前 當中先生跟我閒聊的時候 他還提了另外一個跟大家有相同經歷的 就是他曾經回國創業兩年 所以我想今天我們也希望能夠聽到他分享 他回國的創業的成功經驗 好 不多說了 現在冷重歡迎 當中先生 首先呢 感謝吳會長 感謝副會長 當然我們也感謝華盛頓的湯斌會長 能有這個機會 在高雅特蘭娜 和大家共同見面 說說中關村 同時呢 我也把我做中關村 介紹人家回國創業的一些體會 和我自己回國創業失敗的經驗 跟大家分享 我想的話 我這個做的可能會方便一點 這個中關村這些材料呢 我想可能呢 微信啊 這個就是大家可能看一看 關注的這個情況 我想可能去看一看這個中關村 這些信息呀 在網上全部都有 後來我這個在想我講的時候 我就乾脆我就是自己 把它濃縮了一下 歸納了一下 說中關村呢 我的這個這個總結就是 一個園區 兩個目標 三支大軍 四支原則 五個第一 六大體系 七個領域 八個房間 九下格鬥 這為什麼這麼總結了一下 和英文記憶一個是記好 就也記著說得清楚 一個中關村啊 和英文記憶原區啊 是實際上來講的 就是一個政府的智能部門 政府的議員會 這個中關村的管委會 歷來都是北京市主管科技的副社長來接 現在是海電區的區長 北京市委常委 周三陸來接這個管委會的書記 這個中關村這個 從這個發展上來看的話呢 第一個目標呢 就打造中國的創新中心 經過近二十年的發展呢 基本上第一個目標已經實踐了 把第二個目標就打造世界創新中心 三支大軍呢 主要是中關村啊 這個還是以這個中科院 把這個研究院主為首的科研大軍 以清華偉大 把為首的這個教學 咱們科研 這些大軍呢 歷主 不用了 不用了 然後這個第三支的話呢 我們就是民企大軍 聯想啊 方正啊 擁有啊 這些民營企業要發達的 那這三支大軍 四者原則也是早期啊 我記得還是這個段祖基提出來的 那就是自從自今 是由組合自主經營 這個四者原則 五個第一啊 我現在可能把它總結一下 最主要的就是說 中關村是1988年 國務院批准的第一家國務科技園區 是吧 2009年 國家批准的第一個國家制度創新示範區 這個2001年 我們從長期規劃看呢 中關村被國務院列為 國家的第一個 人才特區 中關村呢 也是這個中國人才最集中 最密集的地方 這個大學科研院所 這個中關村呢 也是海揮道路 中關村去創業首選定 差不多現在有一萬多人到中關村來創業 這是五個第一 六大體系呢 可能跟我們這些想回去創業的有一些關鍵 那我們有什麼呢 有創業服務體系 有創業服劃體系 有資金服務體系 這裡面的話呢 資金服務體系跟哪裡有關 說你回國創業能給多兒錢的政府啊 中關村 說如果待一年 能拿60萬免費的這個人民幣 如果待兩年 差不多就在120萬左右 是吧 就是 這些都是申請無償政府的計劃 那只要你中關村一註冊 中關村呢 就給你一個見面禮 給10萬塊錢一張支票 你幹什麼都行 買桌一板的誰喝吃飯啊 都行 這個時候在中關村呢 就是有這麼一個特點 但是比起大城市來呢 中關村的力度還是小很多 當然這裡面的話呢 我在講項目推介體系 中關村比較成功的呢 有個山山會 每個月的第三週 禮拜三的下午 推薦三個精品項目 這個現在比較成功 有兩個海歸 我熟悉的 他曾經拿到風險公司 拿了5000萬美金的風頭 把200多家風頭請進來 來介紹 當然我們這個精品項目呢 就三個 所以說大家呢 還是受到很多關注 大部分海外的基金比較多一點 就是山山會的服務體積 如果今天話大家說 資源共享體積呢 比如說剛才 咱們理工才能介紹 我們大學的國家實驗室 大學的工程中心 這些公共的 我們有一個叫做 資源共享體系 你可以到這個地方來做一些研究 到這個地方做一些試驗 公共資源共享 最後一個呢 職業服務體系 現在呢 我們這個中關村呢 在海外已經有七個聯絡處 這個就是 上個月的話 北京市組織部長 在這個澳大利亞 全部就成為一個聯絡處 所以我們那個中關村 我做這個事是全職的 而且是專門做為吸引人才 那說我做了差不多 為什麼剛才說失敗以後呢 也挺巧 找到了這份工作 這份工作呢 我也挺喜歡的 一個是呢 跟這麼多的高層次人才交流 同時呢 我也獲得了很多信息 學到很多東西 這個裡面 這個裡面最後呢 我講一講 就說北京市啊 我們由組織部來負責 我們這個聯絡處呢 從總體上來講 北京市負責 去年給了我們18個高層次人才的這個崗位 反正是局級單位的 這個我推薦了兩個 現在也就當了這個 副局級這個單位的部門 願意當校長的 結果大家想回國不想創業的 想找工作的 我們呢 也及時的把這個信息 提供給我們學會 來工作上來 可能呢 因為咱們在國外待了很久了 回去以後呢 這個在海裡泡多了嘛 回去要到淡水裡泡一泡 這個北京市組織部呢 專門弄了一個蓄水池 這個蓄水池呢 就是各個職能部門的 現在那邊建議一個總監呢